這個大家的看法 最後的決策不再上訴 苗栗縣長徐耀昌 對於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21號宣判 昆虞野埋廠需還評 沒有完成審查前 不得施運轉 也不能有後續開發行為 但仍可上訴 事隔第六天 徐耀昌27號宣布 不會上訴 二十幾年來 我們始終扮演的角色 現政府就是依法行政 沒有所謂違反的事情 強調日前 縣府同意昆虞的市營運計畫 相關行政作為 決沒有違反法令 不過就算縣府第一時間 韓文昆虞公司 終止市運轉許可 自救會成員 還是不放心 自救會在昆虞野埋廠的出入口 達棚價大熱天 大家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 就怕昆虞公司有小動作 怕有什麼突然間再反一下 你就糟糕了 苗栗縣政府不上訴 但是昆虞公司也會上訴 然後所以基本上 對自救會來講沒差 但是要小心 苗栗縣政府 會故意輸給昆虞 然後要賠錢給昆虞 然後浪費大家的納稅錢 自救會成員說 會在現場 堅守到九五月十三號 就是原本市營運計畫的 最後一天才要離開 也希望這二十多年來的昆虞紛 可以陣陣落幕 華新聞林家宇 蕭葉 吳少卿 苗栗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 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介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